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教大家 预露 怎么让它的窗面更饱满 更透亮 一个简单的诀窍 然后我们就会拿几棵植物下去做一个范栗 那这个范栗的话可能会比较久一点 因为我可能种下去之后 一个礼拜或是两个礼拜后 才会再继续拍这一个影片 因为就是要看它闷在里面 它可以多透亮这样子 然后除了百合之外 这个仙人掌它也能用 好 我先看一下哈 这一次范栗的植物 就是这一些 然后我总共现在分为左手边跟右手边 左手边这几个 就是这一次的主角冰灯 我用冰灯玉露这五颗做一个范栗 这五颗等一下的话我会拿下去种 种在这一个 这个是新玩具 也是大家小知足 就是说你没有这么多空间 我就想要上一个盖子 这种可爱的盖子 很像蛋糕盖一样 马上就可以成为一个小密室 小温室这样子 它的用途就是说让这些百合啊 仙人掌 让它达到它的一个 可以养殖的一个温度 温度达到那个温度的时候 它的窗面就会达到很透亮 很饱满 仙人掌也会加速它的成长 它可能这样子瞬间就撑大一点点 都只要几个礼拜 就能达到你想要的那一个效果 它之后这个东西也会在光网啊 虾皮它可能会出现这个东西 大家想要我使用这个东西来玩的话 也可以 然后切入重点 大家又看到这一个下面这个盘子 这个盘子是玉玉玉盘 玉玉玉盘对不对 我们这个是选择没有洞的 我们还有另外的产品是有洞的 一般大家都会拿有洞的 如果你要拿来泡水的话 你可以再去多买一个下方的一个水盘 水盘 会买一个水盘 水盘的话下面就是装水 水装到一定的高度 然后里面就会放满水 会有另外一个 我们店里都会有 想要知道都可以来看 然后这一次先选择一个就是没有洞的 因为我要制造一个温室的感觉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除了这几个等一下去装盆之外 好这个装完之后 然后这几盆我们要放在哪里 一样就会放在这个玉玉盘 我们还会再做一个动作 这个就是属于就是你有环境 可以放下这个玉玉盘 可以放下这个玉玉盘之后 这个玉玉盘是30x60公分左右 我忘记了 反正到时我再算那个 它的长宽给你们看 我会PO在这个页面上面给你们看 好 然后我就会就是上盖 上盖 上盖的重点是什么 你看这就是一个小温室 就相当于就是 反正就是一些 他们这个盖上去之后 它的温度就能达到 可能里面有50到60度不等 这样一个密室 这样子闷着他们 然后大家就问 我如果这个上盖之后 要多久才能打开 我跟你们讲就是 我上盖之后 它可能 会一个礼拜 我才会打开一次 会不会烂掉 不会烂掉 你要记得 其实百合跟仙人掌 这两个要分开中 仙人掌这一个 一样能散盖 但是说它要放在 现在比较透亮这个地方 它可能要放在上层 让它这样子闷 然后百合的位置 要放在哪里 当然是放在下层 阴凉处有光处 让百合可以生长的环境 亮度不用太亮 这样子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 我们先把它换盆之后 再继续 这一次要放立的这些植物 放好了 这五盆也放好了 这种比较大的盘子里面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会把它放好水 差不多就是三分之一的高度 可是说大家注意 三分之一的高度 的话对不对 你植物一定要尽量油满的感觉 就是说植物放的量要多 因为你三分之一的水 如果你上盖之后 有时候就是说你的水 吸的慢的话 植物放太少 你可能放三个 这种大闷盖 就不太适合你 你可能就是要用这种 小盖子就好 这样小盖子 这样子用就好 因为你这里面水太多 然后它没有吸那么多的话 有时候水太多 会反而可能 它可能是湿气太高 或者是外面天气变化太大 下大雨 湿气过高的话 有时候里面可能会发生一些 湿气过高 植物可能会烂掉 这样子 所以你要这种上 比较大一点的盆盖 你的植物一定要够满 不要去 就是说只要放两三颗 那就可以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浇水 我们在上盖之前 就是我也先浇的水 好植物把它先 每一个植物先把它浇透 浇透完之后对不对 好接下来开始 你看 灌水 水灌多多 大概三分之一的包度 就是说每一个植物的盆 下面都有碰到 这样子就好了 这五盆 三分之一的包度 不用太高 也不用太矮 很像这吸不到一样 也不行 好 差不多就三分之一的包度 ok 现在就可以了 下一个 这五盆 这五盆 就是不用这个是上小盖子 就是只要把这个植物 浇湿就好 ok 那接下来干嘛 来 先单盆的 单盆就要上盖 你有浇湿完之后对不对 来上盖 来上盖 五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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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用换植物 都没有去偷换 把很胖的很厚的那种拿出来 好我们都是拿这个 很像快要干掉的这个浴露 就来做实验 十天或是二十天后 就继续拍 他们接下来会变怎样 接下来你看大的大的这个 上大概 大温室 上大概 ok ok 你看都上完盖了 其实是说 道理在哪里 为什么要上盖 上盖其实就是说 让他的那个 水蒸汽在里面一直流动 在里面跑来跑去 这样子他就有一个闷热感 他就会 接下来他们的窗面 接下来就会很透亮 接下来这个 你看 接下来在里面 水蒸汽在里面 好 然后就是时间到 我们再开始 拍下一个影片 好 让大家知道 这些盖子 这些用具 他们是什么样的用途 然后 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工具 让植物健康饱满 这样子 时间大概多久 让你们知道 ok